现在你往上有个言论啊 说激素生根不喝啊 这时候这就花的人啊 都是没种过基点 那个激素生根是干啥的 是给植物来救命的啊 后面人得了糖尿病啊 你不用激素啊 你等他死亡啊 所以说你给糖尿病人说 你不要打一朵素啊 你只能打死啊这是 植物一样 植物在一下子能条件下啊 他就免令死亡啊 第一个 高一带的行妙啊 换了一个水朵啊 狗眼就换精啊 这个时候呢 他还难装给冰箱烂点啊 你不用 生根机 虚眼水给他生根的话啊 很可能死亡啊 第二条件啊 就是 突然温度高和夏天 或冬天啊 突然温度低 这时候他还难生根 如果你不生根的话啊 他很快要给死亡啊 第三个条件呢 是水多了欧根 水多了手根 如果你不用生根 虚眼就虚眼就生根的话 他很快要给生 得了天赋品死亡啊 第四个情况呢 是结了很多瓜 这个时候呢 植物就用全身的药类 装心手 加瓜啊 没有药类装干 这个时候他做肉一定会做水 当然啊 如果植物整装整装 我可以去发达啊 你不会没有必要用 其所的生根 我也反对 那一个生根机 就会发达啊 就会发达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